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在中国时间12月30日下午4点半 南宁市相关机构向当地媒体披露一段视频 视频中显示 在南宁市江南停红路口 一辆温尺黑色越野车 往白沙大桥方向行驶过路口的时候 突然直接开启所在道路的立化弹 事发现场附近有大量等待红的小学生 其中4名小学生不及躲避 直接被立马倒闭 当地警方提到 涉案已是已经被限制行为 事发时的4名受害者 正在南宁市大人民医院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